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红潮禁闻 我是宇铭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1号星期五 下面是广告时间 观众朋友们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我们向您介绍了三高代谢保 并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 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 她服用降血压药三年后 她的血压仍然偏高 然而 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 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保之后 惊喜地发现 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 她笑着说 以为是自己的血压剂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但是我觉得 下压很明显低了 是多少啊 数值 80 70几都试过 不过我有点怀疑 我这么低会不会啊 有没有那么好啊 自己有点怀疑 有一次量就80 80就130几 有一次呢 就是30几那次呢 就上高是120几 直接凉到不得了的 120几同70几 不过我说是买过机 都不信了 我说是买过那些事啊 还是部机啊 不知道 我自己当时就觉得 从来没有好像这么凉过 关于更多信息 请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期待带给您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经济不断亮红灯 日前 前法新社主编 董尼德在披露中国可能面对的危机时 也谈到经济问题 有分析认为 如果其中的内容被证实 中共可能撑不了多久 中共政策左转 刺激外资加速撤离 不仅加剧失业问题 也威胁到中共的外汇储备 路透社报道 中国人疯狂用人民币兑换美金 金额在2024年1月达到历史新高 路透社还在2月27日报道说 渣打银行公告 以暂停中国境内的客户购买离岸产品 渣打银行仅解释说 是由于商业原因 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 路透社认为 这是因为人民币持续贬值和经济迅速衰退 为防止中国境内储户 把资金转移至境外 中共政府正不遗余力地 掐断一切资本外流的可能途径 社交平台上 有网民进一步解释说 这是不好的信号 渣打银行今天被迫 叫停了所有外汇理财的业务 说明中国外汇存底快要告庆 还没有把人民币转出来的 要加紧了 外汇对中共来说 是渗透收买其他国家 以及购买粮食石油等关键资源的本钱 外汇储备见底的消息 可能刺激更多的外资 为未雨筹谋的加速撤资 导致挤兑并加剧经济危机 而目前 房地产和债务危机刺激下 中国已经形成危急 董尼德日前从一位 在中共高层有关系的消息人士出获之 现在中国形势危急 由于财政困难 在北京以外 五分之一的省级公务员已经拿不到工资 这包括温州 四川等地 人们对政权越来越失去信心 就此前 北京律师梁绍华对大纪元分析说 如果真到了五分之一公务员 拿不到工资的地步 这个政权可能很快就面临倒台了 梁绍华说 即便是经济比较糟糕 各方面不行 但是中共也可以通过印钞来维持 对公务员军队和警察的投入 中共可以没收一些民营资产 用各种方法去捞钱 但如果公务员发不了工资 就意味着中共要倒台了 不过中国是否像这位消息人士所说 是一个随时爆炸的高压锅 梁绍华认为 现在很多事情没法预期 就像清朝灭亡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最终灭亡 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中共这个事情很难判断 但是相信 它一定在习近平任期 中共会结束 对于今夏海域发生中国快庭翻覆事件 正在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2月29日 向中共中央国台办主任宋涛承诺 国民党会敦促监督民进党政府妥善处理 民进党表示 夏立言不但没提辛苦的海巡同仁讲话 还附和要监督民进党政府 真的令台湾人感到生气和难过 对此事件 希望之声记者3月1号采访了日本著名时政评论员 石板明夫 国民党在选举期间就一直提出九二共识 就是他亲中派的这个立场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虽然国民党在立法院变成最大党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亲中的主张 但是对中国来说 国民党忠于现在国会上已经比民进党大了 这波金门的撞传事件实际上就是两岸的一个攻关战 金门在军事上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 中国真想拿回金门台湾根本守不住的 但是金门具有政治上的意义是最大的 中国利用这次撞传事件 在政治上要把民进党政府变成一个野蛮执法 草菅人命的政党 另外石板明夫认为夏立炎发言会对台湾民进党和台湾的民主造成巨大的伤害 那么在这场攻关战等于说海军术表现得并不好 几次说法有所改变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把全部的内容表现出来 所以说在这场攻关战中 民进党是有点落个下风 中国在乘胜追击 而且在台湾 夏立炎是中国的内应的表现 中国想通过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 让民进党变得灰透土脸 然后借此影响520 赖清德的就任的演说等等 就是说这次夏立炎的表现 就完全是处于配合中国的一个认知作战 当然国民党内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夏立炎并不代表所有的国民党 但是夏立炎发言会在中国国内发酵和国际上 会的民进党和台湾的民主是有蛮大的伤害的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非真攀降的消防报道 近日大陆深圳网民爆料说 自己的母亲在没有恶性肿瘤证据的情况下 被医院切除5个健康器官后离世 被革器官去向不明 陆媒的相关报道也被删除 这名网民2月28号发布的控诉信中说 自己健康的母亲2018年到香港大学 在深圳的附属医院做体检 被医院以胆踪管扩张为由收治住院 医院给母亲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 都没有发现任何肿瘤细胞 但是医院就是不让母亲出院 然后又做正子电脑断层扫描检查 故意诊断为一线癌 信中提到 医生欺骗不懂医学知识的家属签下手术同意书 随后长达10多个小时的手术 把母亲的一线 胆囊 皮 12指肠 部分为这5个健康的器官切割摘除 母亲肚子都被挖空了 因为太多消化器官缺失 母亲的身体无法正常代谢 再加上手术带来的多个并发症 母亲在术后不久就离世了 信中控诉 母亲因为一次体检就搭上了性命 信中特别强调 手术后 医院没有按规定将切除的器官向家属展示 家属不知道这些健康的器官去向 2月29日 官媒新京网报道了此事 报道说 2018年 病人张宇华在无明显的恶性肿瘤组织学证据的情况下 被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实施全移切除和皮切除手术 术后两个多月 病人离世 张宇华的女儿说 母亲去社后 她去打印病例时才得知 无论是术前检查或手术中的病例检测结果 都没有发现母亲的一线有肿块或者是病灶 于是向深圳市福田区法院提起了医疗损害迷失诉讼 最后 港大深圳医院只赔偿家属62万元人民币 张宇华的女儿强调 曾向深圳卫健委反映此事 地方因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没有发现 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她还曾向深圳市公安局天安派出所报案 举报主导医生涉嫌故意伤害罪 但是截至目前 警方没有立案 而且新京报的报道 刚刚发出10个小时就被删除了 相关消息引发大陆民间热议 网友纷纷说 医院太黑 救死扶伤不是医院的宗旨了 摘霉 摘健康器官 回答这个问题 医生这个职业一旦心术不正 就是草菅人命 切下的器官呢 给谁了 据公开资料显示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又称深圳市滨海医院 为中国三级甲等医院 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 营运费用也由市政府补贴 2021年初 加拿大华裔科学家 邱香果和丈夫 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 但原因始终没有被公开 2月19日 加拿大国会 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 公开这些信息 证实两人是因为向中共 提供了机密科学信息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提交给国会的文件证实 邱香果夫妇泄露科学机密 情报局表示 邱香果与中共的多个机构 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并将科学信息和材料转移到中共当局 根本不顾雇主或加拿大的利益 情报局发现 邱香果夫妇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 而且通过河北医科大学 获得了报酬 邱香果还跟中共少将 陈薇有过合作的研究关系 陈薇因研发新冠疫苗 在中国获得了表扬 邱香果是国际著名的病毒学家 他和同事因发明 埃博拉病毒治疗药物 赢得国际声誉 并在201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创新奖 邱香果夫妇曾经就职于 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邱香果在2019年3月 将致命病毒寄往武汉病毒研究所 当年7月 邱香果夫妇进入实验室的 安全许可被吊销 还被加拿大骑警调查 两人于2021年1月被解雇 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是加拿大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也是加拿大唯一的P4级别的实验室 邱香果在被调查前 是实验室特殊病原体项目 疫苗开发和抗原体治疗部门的负责人 这个实验室研究并保存了一些 致命性的病毒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行政经理 史丹顿说 这是一个警钟 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是很正常的 但需要提防中共的别有用心 他们会用在军事上 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防范 尤其加拿大和其他国际机构 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不能让那些独裁政权 轻易获得这些资产 澳洲华人社团侨领杨医生2月29日被判两年9个月的监禁 成为澳洲第一个因触犯外国干涉法被判有罪的人 去年12月19日 维多利亚州地方法庭经过审议 陪损团裁定杨医生有罪 因为杨医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部长爱伦塔吉 以推进中共的目标 2020年6月正值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肆虐期间 关键的医疗设备和物资供应不足 澳大利亚华裔社区筹集了约2.6万美元 以杨医生领导的当地华人协会的名义 捐赠给皇家墨尔本医院 联邦检察官堆尔认为 杨医生被中共统战部招募为代理人 捐款的目的是与前联邦部长爱伦塔吉建立关系 以获得政府影响力 堆尔还表示 中共将杨医生视为统战部代理人的理想目标 统战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 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朋友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澳广报道说 媒登法官表示 杨医生利用自己的声誉募集捐款 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 想应援捐款背后的真正动机 杨医生选择一名联邦部长 作为统战目标 构成了严重犯罪事实 报道提到 秘密录音记录到 杨医生对一个同事说 我做的事情不会被媒体报道 但是北京知道我在做什么 在被捕之前 杨医生在维多利亚州 担任越南、柬埔寨 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等 多个华人社团要职 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 有密切关系 这个核促会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控制 2018年 澳大利亚通过了 反外国干预法 并大幅加重间谍活动的刑法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个法律是针对中共的渗透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2月29日 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召开 讨论中共国务院提交的第14节 中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稿 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 随着中美地缘政治越来越对立 美国加大了对中国高科技技术出口的禁令 特别是在高级芯片和AI智能方面 中共如何推动高水准科技自立自强 对此 前北京律师梁绍华对希望之声表示 独立自主 自强自立 都是在令中西方严重脱钩的情况下 提出这口 因为在高科技还有芯片 很多技术 都是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 比如前一段时间 光刻机阿斯麦 对中国现在日平口 甚至外光刻机都准备进职 但是光刻机本身它不是一个国家产生的 但是很多国家联合起来 各国的技术都有 中国单靠自己到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我觉得很难实现 最近已经上台中国扩张 中国2025 会一些独独逼人的军事的一个计划 让西方国家越来越景气 在这种背景下 这封锁也是必然的 民阵加拿大主席赖金平也说 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高科技领域里面 有任何的突破 现在中国是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对于那压迫和奴役里的人民 对外在世界上搞战狼外交 你还要输出你的所谓的价值观 还要搞这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它要捍卫它的国家的人民的 基本的生活方式 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腐蚀价值 那就要防范你中国 中国如果获得了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高科技 畅通无阻 那我美国在支柱你 在助纣为虐 你搞独裁专制武装到牙齿 对外你在世界上耀武扬威 反过来成为对世界的一种威胁 美国当然不会那么傻呀 你自己有本事做出来 那是你的本事 但是你想从我这得到高科技的 各种各样的成果产品技术 那是不可能的 美国是一定要严加限制的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要统筹扩大内需 扩大高水准的对外开放 赖金平指出 习近平说一套做一套 他所谓的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 这种也是自其其人 说一套做一套 他已经完全背离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因为改革开放的本质 对内被老百姓放权 无论在经济上 在政治上 在社会上 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叫改革 开放就是跟世界接轨 你在统一的国际规范 国际规则的约束之下 跟国际打交道 你能够遵守国际规则 这样的一方针政策 他已经被离了 习近平个人当上了共产帝王以后 为了巩固他个人的领袖独裁 政治地位 他是要尽可能的闭关锁国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这期的红潮经文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